这里是极速开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乐布朗18 Ampire Jade 结合和以往都不同,采用了全新配色和区别于网年的翻卡设计 协会上依然有两处皇冠logo的设计 我们拿到的这款配色是乐布朗本人在今年NBA负彩之后曝光的一款配色 这双Ampire Jade配色的灵感来自玉玺和紫金城 破当年乐布朗是中国玉的样子 不过这款绿色要更浅一些,有点接近汉白玉的色系 在另一只脚上还有一个吊碎 来到手上,这双乐布朗18的鞋面材质和15、16以及17代鞋面材质都不一样 可以看作是它们的结合体 很多人在质疑为何乐布朗的球鞋不增加防侧翻的设计 这一次在内外两侧还可以看到类似缆线一样的类式结构 分布在鞋面上,甚至延伸到鞋床 其实它们与鞋面结合后的防护效果一点不比有防侧翻设计的球鞋差 乐布朗18这一次的中底科技配置,采用后掌Max Air 7.2,搭配全掌Zoom Air 7.2的设计 这也是这么多年来耐克篮球签名鞋款上首次使用延伸至后掌的Zoom Air 7.2,代替原来的泡棉材料 也是设计团队希望强调速度与力点的结合 从上吊效果来说,前掌7.2脚感较为明显,后掌的Max Air 7.2才能踩出来 另外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点 在这一次鞋舌上,还要将之前的Nike书包上的Max Air 7.2的设计引入 你可以在每双鞋三个地方看到首写签名,Air字样,以及AmperJ配色独的老北京转体与试演的结合 不过这种透明无气压的气囊取代了传统的海绵鞋舌,会在气囊的演应下若隐若现 不过在上脚失穿的时候,推出设计似乎对靠脚位的朋友并不友好,甚至有点够小 这一次后跟的TPO面积比以往都增大不少,穿上去会让双脚包裹更紧致一些 另一个设计是后跟的TPO位置上还有当年Air Zoom Generation的一处设计语言的沿用 不知道你发现了吗 关于乐布朗18的发售时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会在9月22日正式和大家见面 当然如果有变动,也请关注官方具体的发售信息 而这次首发的配色中,除了我们为大家开箱的Ampire Jade之外 还会发售胡人配色,一款以纪念家庭为灵感的James Gun配色 以及一款在后跟有很多涂鸦主题的限量配色 发售价和去年保持一致 乐布朗18在科技上绝对是奈克篮球目前最顶端的设计 不过从15代以后开始,整体外观鞋型就变得过于臃肿 上脚效果并不淘袭,不过在今年的首发配色上则做的比较出彩了 到了视频的最后,都会留个问题问大家 就是近五年来,你最喜欢的乐布朗正代球鞋式 欢迎来在视频中的弹幕告诉我们你们的选择 以上就是本期几组开箱的所有内容,我们下期再见